各位兄弟姊妹,我随感要臣父, 今日和大家分享,是章林期最后的主日了, 这个主日很特别,上周 纪念完章林期第四主日,晚刻就是圣诞节, 所以我们真的几乎少了一个星期去准备圣诞, 本来有第四主日,即是整个星期去准备, 无论如何,这半日都希望今天这个第四主日, 我们能够更加热心地参与彌撒, 准备今晚去参加圣诞节, 这个耶稣降生的日子, 我们的主题是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 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 是圣母马里亚对天主的许诺, 他要照天主的意思,做天主要祂做的事。 我很喜欢下面这几行, 以虚习道来听天赖, 用神贫精神去迎接基督, 能够聆听圣言, 听到听来之声, 听明白天主圣言绝对不容易的, 一定需要虚怀若谷, 心无挂爱, 更加无私欲偏情和罪恶的阻挡, 我们就能够听到天来之声, 听到圣言的教训。 我们一起读尽台荣, 读天挺敌下金路, 望云彩降下仁义, 愿大地列开生出救恩, 愿正义一同出生。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满,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寵, 圣神的恩赐, 愿你们同在。 愿我们一齐听一下无古神宗, 真是希望天主震醒我们的心灵, 去聆听祂的话。 最好的准备就像这些小朋友, 完全静默, 完全整个身心灵都投入天主的怀抱, 或者像这些小朋友去拥抱耶稣, 归依天主走向天主, 内外更生。 上主求祢照祢的人词连吻我, 上主求祢随念, 上主求祢随念, 上主求祢将我的过犯洗清, 基督求祢随念, 上主求祢将我的罪恶随进, 上主求祢随念, 上主求祢随念, 愿全能够天主随念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请大家祈祢祢祢祢祢。 祢求祢将祢的恩宠傾住我们心中, 上我们既由天使的全部, 得知祢圣子降生成人, 亦都能够仰赖祂的苦难和十字架, 获得复活的光荣。 因祢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祢和祢及圣神是唯一天主, 永生永皇。 阿们。 公读杀慕以计下, 那时候达魅皇住在宫殿里, 上主次他安巷太平, 不为四周受敌所侵扰, 君皇于是对立堂仙之说, 请看,我住在康柏木的宫殿里, 而天主的约柜却在在幕内。 立堂回答君皇说, 你心里打算的, 你全可照办, 因为上主与你同在。 但是,当夜就有上主的话传于立堂说, 你去告诉我的仆人达味, 上主这样说, 你要建筑一座殿羽, 给我居住吗? 是我揀选你离开牧场, 离开放羊的工作, 作我民以色列的领袖。 你不论到哪里去, 我总是皆同你, 由你面前消灭你的一切受敌, 我要使你成名, 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 我要把我民以色列, 安置在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在哪里久住, 再也不受惊恐, 再也不像先前受恶人的欺压, 有如自从我为我民以色列, 达了文章以来一样。 我要似他们安宁, 不受仇敌的骚扰, 上主也告诉你, 他要为你建立家室, 当你的日子奇满, 愿你祖先祥面时, 我必在你以后, 兴起一个后裔, 即你所生的儿子, 我必巩固他的皇权, 我要作他的父亲, 他要作我的儿子, 你的家室和皇权, 在我面前永远存在, 你的皇位又永远坚定不宜。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请大家静默片刻, 默想上主今天, 和我们讲的话。 答唱永, 我要永远远远歌颂上主的恩宠, 要世世代代清阳尼的信实, 你原说过, 我的恩宠已永远奠定, 就如你在天上确定了你的信实。 我要永远远远歌颂上主的恩宠, 我和我简算的人立了契约, 向我的仆人达味起了蒙世, 我要永远保护你的后裔, 世世代代巩固你的皇位。 我要永远远远远歌颂上主的恩宠, 公读圣保禄中途自来马人书, 弟兄姊妹们, 愿光荣归于天主, 他有能力兼顾你们, 使你们合乎我所全部的福音, 和所宣讲的耶稣基督, 并合乎所启示的奥秘, 这奥秘从永远以来, 就事秘而不孙的, 现今却将显了, 且按照永恒天主的命令, 借着先知的经书, 晓愿万民, 使他们服从信德。 愿光荣归于唯一全自的天主, 至于无穷之势, 阿们。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福音前欢呼,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看上主的疲劣, 愿照你的话, 成就于我吧,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路加福音, 传愿光荣归于你,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那时天使加贝雅以奉天主猜显, 黄加利勒一座名叫纳杂勒的识去, 到一位同精女那里, 他已经与达美加失踪, 一个名叫约失的男子定了分, 同精女的名字叫玛丽亚, 天使进去向玛丽亚说, 万福充满恩宠者, 上主与你同在, 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 玛丽亚却因这个话, 惊和不安, 就思虑这样的情安, 有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 玛丽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重行, 看下你将怀孕生子, 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将是伟大的, 并被称为至高者的义治, 上主天主要将他祖先达美的寓座赐给他, 他要为王统治亚各伯家, 直到永远, 他的王权没有终结。 玛丽亚就向天使说, 这件事怎能够成就呢, 因为我不认识男人, 天使回答说, 圣神要临于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被任你, 因此各位要诞生的圣者, 将称为天主的义治, 看下你的亲亲依撒伯尔, 他虽在老年, 仍然怀了男胎, 这个月已经是第六个月了, 他原来是素称不能生育的, 因为在天主前, 是没有不能的事。 玛丽亚说, 看下上主的婢女, 愿照你的话, 成就于我吧, 天使就离开他, 走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门赞理你, 愿照你的话, 成就于我吧, 这句话我们听了无数次, 不知有什么感觉, 当柏拉图说, 人类所有人, 你我他, 最大的罪是自我中心,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个人自我中心, 所以夫妻可以反目, 家庭自我中心, 我们不懂目论, 父母自我中心, 所以凡是子女, 吵架打架, 一定说别人不对, 一定想都不用想, 都是你的儿子打我先, 都是你的女儿不好, 你的不好, 香港的自我中心, 没有了祖国, 国家自我中心, 没有了世界, 人类自我中心, 一切的动植物到造药,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我们几时会说, 天主, 愿照你的话, 成就于我吧, 你的话是重要的, 我以完成你给我的命令为荣, 我完成你的命令, 才是完成我自己, 不是没有了自己, 刚刚在丧失自己的时候, 我完成自己, 愿照你的话, 成就于我吧。 你做一间屋给我住吗? 你们讲的道理, 会不会合乎所启示的奥秘呢? 愿照你的话, 太多人是将圣经当做巩固自己的偏见, 不是照天主的话, 是用天主的话去巩固自己的成见, 甚至偏见, 甚至偏见, 照你的话。 好, 一段段题, 你去告诉我的仆仁达美听, 上主这样说, 你要建筑一座殿屋给我住吗? 那一会儿英文和中文的那段, 我就会很详细地看下, 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大的, 而我们的天主是宇宙的住宅, 你竟然建一间屋给天主住, 很特别, 天主在哪里? 我们说无所不在, 处处都在。 但我们多数都以为天主是圣殿中。 有些人 喜欢来教育中心, 听到你尼撒, 喜欢那个气氛, 那个人制间的气氛, 讲到你那个崇拜的气氛, 但很多人觉得, 哇,你不像样子, 哇,一个伟大的圣堂, 哇,高宋入云的尖顶, 才是叫做天主的圣殿。 我们在那里, 特别感到天主存在家, 有人敢说的。 但我们都懂得要你问答的。 天主在哪里, 无所不在, 处处都在。 天主需不需要一个殿穴, 我们是否应该在一个宏伟的教堂里面, 才可以经验到天主呢? 其实没有任何殿穴能够容得下宇宙的主在的, 没有。 怎样看圣堂, 怎样看圣殿? 佛教好贴地, 一日是好人, 一日都是好人, 我将它变少少就是, 一地是圣地, 地地是圣地, 这里有圣堂, 屋旗都有圣堂。 天主住在这里, 都住在全世界。 天主住在圣殿中, 也住在人心, 住在家庭, 住在大自然。 在天地、星神、大海之中, 整个世界充满了天主, 整个世界都在天主里面。 如果圣殿是一个好的经验, 你应该回到家, 仍然当家是圣殿, 这里有天主。 愿光荣归于天主, 他有能力兼顾你们, 使你们恰乎我所全部的福音, 和所宣讲的耶稣基督, 并合乎所启示的傲备。 当保禄中徒写信的时候, 收信的是平信徒, 是一个地方的教会, 天主有能力, 兼顾你们的地方教会, 兼顾你们的传道员, 兼顾你们的那帮平信徒, 兼顾你们合乎我所全部的福音。 即是说, 我们不会陷于异端, 我们的宣讲, 会合乎耶稣基督所说的, 合乎所启示的傲备, 是不是呢? 是, 不过有条件的, 天主给了我们的能力, 去宣讲合乎福音的道理, 和天启的秘密, 帮我们认识宇宙的秘密, 人生的真理, 条件是两样, 我们一定要用心探究圣经, 特别是用凡尔的精神去看圣经, 还有要活出圣经的要求, 意思是你有了信仰, 去认真去认识你的信仰, 并按照你所认识的信仰去生活, 这个手势你见过很多次了, 生活完之后你更明白你的信仰, 明白信仰之后你更生活, 是哦, 信仰真的可以提升生命, 充实生命, 使生命更加美的, 是经验, 所以这里就加了一句叫做, 经诗及人诗, 你可以讲给人听, 可以做给人看, 所以福传绝对不是做英母, 不是录音机, 不是播些东西给你听这么简单的, 福传包括了福传者, 康熙帝很信天主教的, 我告诉你, 他差点就领洗, 可惜突然之争, 使得康熙很反感, 这个天主教原来是不敬天的, 是不祭祖的, 是的, 我有时想天主教进入了中国, 都有三次半的了, 那半次就是唐朝的景教, 跟着是元朝的孟高未诺主教, 跟着就是利马斗, 如果再算清朝, 都几次进入了中国, 但是几乎全军覆没, 每次都全军覆没, 唐朝、元朝、明朝, 都不知为何佛教来中国, 即刻中国化, 然后中国的大禹黎华、 苏东坡这些人都变成了很出色的佛教徒, 比佛教徒更出色, 我记得圣教中若望保隆, 跟我们中国的教会讲, 他说如果你们有基督的精神, 即是跟我们讲, 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精神, 和有中国文化的修约, 我们绝对可以使圣经和文化结合, 成为结出的华人基督徒, 记住是华人基督徒, 不止是法国基督徒, 不是学意大利的意大利基督徒, 不是学美国的美国基督徒, 是华人基督徒第一, 而且是结出的, 结出到甚麽地步呢, 对普世教会有贡献, 我不知道中国教会有几多听得入耳, 我们是结出的华人基督徒, 我们可以对普世教会有贡献的, 除非我们的教会是真真实实本地化, 中国化、生活化、信仰和中国文化结合, 孔子和耶稣可以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生命的秘密, 我由三四五岁开始背中国文化, 三子经千字品有何事, 朗朗上后, 十三岁接受西方教育, 入了修院, 我背圣经,特别圣经的金句, 我是爱上这两样东西的, 很奇怪, 当圣经在中国文化这里的时候, 活在我生命中的时候, 圣经和中国文化自动对接, 自动产生化学作用, 而让我想到很多很多超越了中国文化, 超越了圣经的东西, 很奇怪的, 就是这样了, 你有信仰, 你活出来, 你误到更深入的信仰, 我们的认知绝对可以是深通广远头, 我已经准备了圣诞节的彌撒, 圣诞节那晚我会讲深通广远头, 绝对可以的, 记住, 是信仰, 用心探究信仰的秘密, 用心活出圣经的要求, 活出信仰, 这下更明白信仰, 很奇怪的, 好, 所以我说, 生命说到最深处, 不信人间有古今, 古往今来的人性, 不外是生老病死, 成败得失, 喜怒哀乐, 是吗? 你怎样提升生命, 怎样互得开心, 互得积极, 互得刹烂, 荣光缓发, 对世界有贡献, 人人所有民族所有文化, 黑人白人黄种人全都追求这些东西, 怎样生得积极, 老得信服, 病得坦然, 死得安乐, 孔芝追求这些东西, 苏格拉帝追求这些东西, 甘地都追求这些东西, 生命活到最深处, 没有古今中外的分别, 所以我才说, 要用心探究圣经的精神, 用心活出圣经的要求, 活出来, 跟着所有的宗教人士, 天主教、基督教、佛教、 道教、回教, 如果他们能够活到真善美的最深处, 人人可以进天国, 是生命写到最深处, 信仰活出真善美。 圣诞节, 我都会提, 原来这些这样的人, 就是圣经讲的主爱的人, 就是man of good will, 就是圣心热爱生命, 热爱世界的人, 这些人本身就是天主的光荣, 天主就是想这些人, 我经常说, 子女成才是父母的光荣, 学生成才是学校的光荣, 人类成才就是天主的光荣, 生命活到最深处, 宗教信到最深处, 这些就是天主的光荣, 所以我再读多次, 我希望你不要反感, 生命写到最深处, 不信人间有古今, 即是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 都是追求什么, 生得积极, 老得信服, 病得坦然, 死得安乐, 活到最深处, 宗教都是, 如果宗教能够将宗教最美的部分发挥出来, 这个世界会很美的, 人人都能够讲出, 合乎启示的奥秘, 合乎基督的福音, 人人都能够的。 看下上主的鼻泪, 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 很喜欢这句说话, 看下上主的鼻泪, 我十三岁后开始读拉丁文, 其中一个字我很喜欢的就是 Fiat, Fiat, 整句圣母的说话就是Fiat Voluntas Tour, 是意愿你的, 你的Tour, 意愿Fiat成就罢, 我不是卖广告, 你知道Fiat是什么来的? 是意大利一些车牌子来的, 它有一辆Fiat仔, 电单车, 意大利用圣母的话来做牌子都挺有趣的, Fiat Voluntas Tour, 以止成行, 不要照我的话, 而是要照你所愿意的, 这是耶稣说的。 圣母说Fiat, 耶稣说, 不要照我的意愿, 而照你的意愿去做。 生完祈祷的时候, 耶稣不想受苦, 不想受死的, 不想的, 因为他是真人, 是痛苦的, 不想的, 不过他照你的话成就。 我觉得, 我们如果想祈祷, 一定要学耶稣, 你可以求天主所有人, 什么都可以说, 但最后你加上去, 不要跟我的意愿, 天主, 如果你认为好的, 给我吧, 如果你认为不妥, 就不要给了, 没所谓。 为什么? 因为天主爱我们多过我们, 爱我们自己, 天主认识我们多过我们, 认识我们自己。 天主认识到什么, 为我们是最好的。 你想要的, 未必是最好的。 还有, 以此成行, 我很喜欢这句英文, 这句英文是阿拉丁神灯的巨人, 一出来, 他就说这句, Master, Your will is my command, 你的意愿是我的命令, 你想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个will不用说出来, 你想什么我就做什么, 很厉害, 这样才叫做以此成合。 天主, 你想我做什么, 告诉他, 我一定做, 你叫我往东, 我不会往西, 你叫我往火里, 我不往水里。 因为圣母说这些话, 耶稣说这些话, 我们的教宗叫做仆人的仆人, Servus Servorum, 有些会长, 男女会长都有, 在签名的时候, 会仆是收会的仆人, 我们做神父, 我以前都很流行写的, 导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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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服务人, 不是给人服务, 孙中山先生, 就议成非以逆人, 乃逆于人, 很明显, 这些都是教会最美丽的地方, 但实际上是否这样, 我不敢包了, 讲就是这样讲了, 天主的安排, 远远超过我们的精打细算, 稍为跟你讲少说, 我一生的变化和进程, 这图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明白, 我原本是向东走的, 很开心, 走着走着被人挡住, 迫我向北走, 向上, 我初初不开心, 但又觉得向北走好, 当我很开心的时候, 又被人迫着又向东走, 又是不开心, 不过走着走, 又觉得开心的, 跟着又新的路, 又迫我向北, 跟着又迫我向东, 又迫我向北, 又迫我向东, 又迫我向北, 又迫我向北, 我现在这条路, 是被人迫了很多次, 走着走着, 越走越好, 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 左头左勢, 因为我不会有教言中心, 不会今天跟大家在网上的尼撒和港道, 很奇怪的, 还有整个生命都是这样的, 一是这样的, 有上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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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功有失败, 有开心有不开心, 不过它好像加在一起, 是向上走的, 所以在我生命当中, 成功失败, 甚麽都好, 其实是天主安排了的, 安排了, 所以我现在是绝对绝对相信, 天将降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字, 劳其根骨, 饿其提呼, 空佛其身, 空佛其身, 行忽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争益其所不能, 这些一切的痛苦, 苦、劳、饿、 空佛、忽乱, 全部是训练来的, 是锻炼,是修乱, 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坚强, 越来越有能力, 面对人生的挑战。 好了, 开始讲的, 达美王, 要建一间圣殿给天主住, 其实天主住在哪里? 天主对我们的期望又是什麽? 儿主呈现的内容又是什麽? Where is God? What does God expect from us?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y will be done? Thy will be done。 天主是宇宙的主宰, 如果你接触过天文学, 一点点的天文学, 你会知道有一些树木字叫天文树子, 就是你没办法明白的宇宙到广大和距离的那些树木字。 God is the ruler of the universe. If you have encountered astronomy, you would know that certain numbers are referred to as astronomical, astronomical, which signifies the vastness and distance in the universe that are beyond our comprehension, beyond. You have no way to understand, no way at all. 比如说光年, 一光年有多远? 地球的直径大概是一万三千公里, 地球跟越南的距离大概四十万公里。 take for example at light year, the diameter of the earth is approximately thirteen thousand kilometer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moon is approximately four hundred thousand kilometers, very far away。 就是说地月距离是地球直径的三十倍左右, 三十倍,三十个地球, 就到了月球了。 而地球与越南的距离, 地球与越南的距离两千多万倍, 就是一光年两千多万倍。 This means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moon is approximately thirty times the diameter of the earth. the distance of a light year is almost twenty-five million times. This is only a figure, 它是数目字, 你不知道是什么呢? twenty-five million time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moon. 数目字。 也就是说你坐飞机, 往返月球一千万次, 才是一年。 地球、月球一千万次, 才是一个光年。 另一个说法是, 一光年的距离等于香港北京来回十八一, 十八一是什么回事? 你走十八一步, 走四年了, 十八一是什么回事? 才一光年了。 当我们讲, 哇, 那是三光年了, 十光年了, 一百光年了, 那是什么? This also means that to cover the distance of one light year, it will take someone to travel back and forth from the earth to moon more than 25 million times by plane. Another way to understand this is, one light year is equivalent to 2.4 billion round trips, 2.4 billion round trips between Hong Kong and Beijing. 而宇宙中有些星星距离地球都十一光年, 不是十一光年, 不是一百, 不是一千, 不是一万, 十一光年, 百亿光年, 就是最少都一座飞机, 往返北京, 十一百八十万亿, 不是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一次, 这是个浩瀚无牙的宇宙, 我们人老绝对没有办法, 没有白, 绝对没有, 一点干人都没有。 There are stars in the universe that are a billion or even ten billion light years away from the earth. This means it will take a plane to travel round trip from Hong Kong to Beijing trillions of times, trillions, not billions, It truly is a vast and expensive universe that human minds can never, never, never comprehend or understand. 而天主正是这个浩瀚无牙宇宙的主宰, 创造者, 他会住在一个像卫尘般的地球里的一个比卫尘还小的圣殿中吗? 圣殿是什么? With God who is the creator of this vast and expensive universe, dwelt in an earthly temple that is smaller than a speck of dust, 未尘。 所以天主才问达卫, 你要建筑一座圣殿给我住吗? 我们居然相信, 天主住在圣殿当中。 Perhaps this is the reason God asked David, Are you going to build a temple for me to dwell in? A temple。 如果信仰告诉我们圣殿成了血肉, 天主已降临人间, 他应该是无所不在地住在万事万物当中。 所以四百年纪的圣殿那句才告诉我们, 要在万事万物中找寻天主。 If our faith tells us that the word became flesh, the Lord has come to dwell among us, then he should be present everywhere and in all. This is why St. Ignatius of Loyola Loyola reminded us four centuries ago that we are to seek God in all things. 这万事万物包括了你我他的信, 所有家庭,所有团体,宗教国家, 以及山川合约,星辰大海, 都是天主的居处。 是记得这首歌吗? 住地居处在我心, 住的住处在我心。 All things include you, me, our hearts, families, communities, religions, nations, as well as mountains, rivers, stars and seas. These are all dwelling places of our God. Do you remember the song? God is dwelling in my heart. God is dwelling in my heart. 天主对我们的叛乱就是我们要按祂的旨意 管好这一切的一切。 God expects us to live according to his will, exercise good stewardship in all things. 扎根信仰, 热爱家庭, 逃生社会, 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 住目永恒。 让大同级, 及早实现, 求亲国造灵人间。 anchor ourselves in faith, love our family, contribute to society, cherish our motherland, embrace the world, keep our eyes fixed on eternity, Let us strive for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unity and universal harmony, and seek the heavenly kingdom's early arrival on earth. 如果你认为我讲得好, 你可以去转发这个视频做扶传。 做扶传。 很想回到刚才所讲的, 真后有人觉得, 只能够在庄严的宿目的圣堂里面, 才找到天主, 因为天主住在圣殿上。 连天主都问答未, 你想正间圣殿让我住吗? 天主住在全世界, 全宇宙, 全部的人生, 任何地方。 所以我们要, 好像爱圣殿一样, 爱我们的家庭, 爱这个世界, 爱这个宇宙, 是重要的, 十分重要。 好, 我们怀着这宗信仰, 一起念中途信击。 我信全能的天主父, 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我信父的唯一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因圣神降人, 又同精玛利亚诞生。 李拉多执政是蒙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而安藏。 他下降恩父, 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 他声了天, 再再全能天主父的右边。 他要从天降来, 审判生者死者。 我信圣神, 我信圣仪公教会, 诸圣的相通, 罪过的世面, 欲生的复活, 永恶日生命。阿玛。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 和所关心的世界, 祈求我们的天父。 请为教宗祈祷, 上主求祢祝福教宗, 赐给他健康和智慧, 让他能帮忙修补世界 因政治而产生的裂痕, 并带领世界建设天国, 使世界变为人人平等, 国国平等, 教教平等的天家。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请为中国的环保计划祈祷。 上主, 求祢祝福我们祖国的一切尝试和努力, 并让祖国环保的成功, 能成为世界与人类的祝福和希望。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请为受疫情困扰和在中东受战火折磨的最小兄弟姐妹祈祷。 上主, 求祢祝福我们众人, 并激起世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让和平早日降临人间,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请为我们的主教周手人书基祈祷。 上主, 求祢祝福他, 让祂能带领香港教会, 爱主爱人, 爱教爱国, 作敬省社会的良心, 早日促成中法的建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请静默片刻, 为心中的意向祈祷。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上主慢有个天主, 祢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这个墨面饼呈献给你。 这是大地的产物, 亦是人类劳动的成果。 愿祂成为我们的生命之良。 愿天主荣受赞美。 上主慢有个天主, 祢赐给我们饮品,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这个葡萄酒呈献给你。 这是大地的产物, 亦是人类劳动的成果。 愿祂成为我们的生命饮品。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民靠的圣明,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求你以圣神, 圣化在你祭台上的献礼。 正如你的圣子, 因圣神的德能降引于荣福玛利亚胎中一样。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愿主愿你地同在, 也愿你的生命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身归向神主, 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借着主基督事实, 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的, 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 先知所预言的基督, 同经圣母以无可言喻的爱情, 孕育了他。 约翰报告了他的来临, 并指出他已在人间。 基督是我们欢恩, 庆祝他诞生的奥积, 正是要我们清醒祈祷, 欢若赞颂, 期待他的再度来临。 为此, 我们随同天使和全体天君, 歌颂你的光明,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主, 以光明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切云宵, 奉主名以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切云宵。 上主这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求你排行圣神, 促圣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祂甘愿石身受难的时候, 拿起棉柄, 感谢了你, 将棉柄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这样说, 你们大家都去吃, 这个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一杯葡萄酒, 又感谢了你, 交给他的门徒这样说, 你们大家都去喝, 一杯赠我的血, 身而永久的盟药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倾留, 而赦免罪恶。 你们去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迹, 救世的殃主, 你即着苦难及复活。 恢复了我们的自由, 求你请救我们。 上主恩请我们 纪念基督的圣事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救恩之杯,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在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 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求你许念普世的教会, 我们的教宗方祭国, 我们的主教周守仁书基, 以及全体教士, 求他们在我德中日吹完善。 求你都许念我们的祖先, 和我们的亲戚朋友, 兄弟姐妹, 他们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 并求你许念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享见你圣荣的光辉。 求你许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精名福玛尼亚, 圣母的静佩, 圣荣室, 诸圣中途中华, 殉道及征修与, 珍福诸圣。 你及力大孝, 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 并向我们借助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阳你。 全能天主赴允一切崇敬和荣, 要借助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 并在圣神的团结中都归远你, 直到永远。 阿们。 耶稣教导我们, 我们的天主都是我们的父亲, 而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兄弟姐妹, 由我们挥着这种信心, 和耶稣基督一切向我们的天父祈祷, 我们的天父, 而你的名受显阳, 而你的子已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及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要和我们宽恕别人一弱, 必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绵于好恶。 尚主我们期待着永生及幸福, 及救主耶稣的内临,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今世平安, 使我们养难你的仁慈, 永久断免罪恶, 并在一世困扰中获得安全。 主耶稣基督你曾经到中途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皇。 愿者的平安上与你们同在。 也要与你心灵同在。 请大家恶祝平安。 靠你许念我们, 靠你许念我们, 靠你许念我们。 靠你许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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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你许念我们的平安。 主我當天起你到我心裡來,只要你恕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前往。 記住一聽。 記住一聽。 令主詠、看有為精女要懷人生子,契花起名叫黑馬六義。 非常豐富。 两个地神灵圣体 基督今晚就会来到我们中间 祂的圣诞节 祂带给我们的是 好像这五只丐子 世界的大童 祂付出的代价 就是这条绳所代表的 十字架的死亡 世界大童不纯粹是天主的恩慈 是人神合作的成果 我们一定要以主为基 以人为本 我们整个生命还要超似基督 我们才有能力去建设一个美丽的将来 耶稣求祢来到我们的心中 祂求祢让我们相似祢 让我们扎根在祢的生命里 用你的眼睛去看世界 用你的心去爱世人 我们信祢 我们信祢 望祢 爱祢 请大家祈祢 全能的天主我们已经领受了永恒救恩的保证 求祢想我们越接近祢圣子的单神 越能够虔诚准备 好能相庆地庆祝这个救恩的奥迹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祢扶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降伏你们 阿们 离撒礼成 感谢天主 再提醒大家今晚就是圣诞子夜离撒 无论你在哪里看离撒都好 都值得好地扮个告解 我们教人中心是七点钟开车底告解 八点钟智夜离撒 我觉得你在其他圣堂都可以扮个告解 好地准备耶稣来到我们的心中 好了 愿上主祝福你们 天之夜离 这样 尾巴